17. 東方日報 加保育員拒殺菇熊感動網民 2015年7月12日國際A31 本部綜合報導 加拿大卑斯省野生動物局保育員卡薩文特·Brice Cassivant 早前拒絕人道毀滅兩頭暴獲的小紅孤兒 而被當局停職 事件激起民憤 公眾發起網上聯署活動 要求當局讓他復職 至今有如十二萬人簽署 保育員卡薩文特當日正安撫其中一頭幽紅 互聯網圖片 兩頭小紅孤兒的母親 本月五日在溫哥華島鱗近哈迪港的一個小真相 數次闖入一間活動房屋 偷吃冰櫃內的生肉和三文魚 當局接報後 擔心他會傷及人類 派人找到這頭武紅並將他殺死 其後一癡一紅的幽紅走出來找媽媽 更爬到樹上呼叫 於是消防員把他們救下來交給野生動物局 兩頭幽紅現時居於動物康復中心 美聯寫圖片 有官員指兩頭八星期大的小紅已經習慣了吃人類食物 擔心他們危害大眾安全 因此命令卡薩文特殺死他們 不過卡薩文特沒有執行命令 而是將他們轉送到溫哥華島北部的野生動物康復中心 如十二萬人網上聯署撐服職卡薩文特停職 一時經當地傳媒報道後 有十二萬三千人簽了網上聯署 要求悲思省環境部部長波拉克恢復其職 連英國演員力奇基維爾Rickey Gervais也在社交網公開讚揚他的行為 クッキー